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无法知道马登哥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唯一能做的 只有一封一封地接着写下去 老关博可是毫不在意 他仿佛知道我的心思 在他的督促下 我进步得很快 不久 老关博开始教我学习蒸酒 一楼这么小就吃药 做面 素素 又突然肯定了 想起我这么多年 吃了那么多的药 喝了那么多的汁啊 叶 也没能把孩子保下来 这次又让 素素 别多想了 都过去的事了 也该让这小公主 受点罪了 素素 别让老太太听见 一罗是她的心头肉 那我的孩子 就不是她的心头肉了 你这不是 没生出来吗 刘妈 我这些年我容易吗 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 妈连续公道话都没有 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生气气来就没头对啊 心里 看开着点 就是太欺负人了 刘妈 上次一罗跟那姓陈子吵架 他们都说什么了 吵得可凶可狠着了 他们吵什么 反正是吵得很厉害的 奇怪呀 按理说那个姓陈的 是来找婆婆的 怎么跟个小孩子吵上了 还动个刀子 吵得很厉害的 到底为什么呀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保姆的是不好搬 您东家的是费的 你就告诉我嘛 苏苏 你就别盯着我了 奇怪 这个嘛 我也怕自己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视 看不清啊 耳朵也不灵 我也听不见什么呢 刘妈 苏苏这两年对你怎么样 好 那我就问你这点事情 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 我不过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那姓陈呢 为什么跟一路过不去 这 这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我觉得 他们吵得很厉害 那他们吵什么了 你总可以听到一句半句的 对了 苏苏 你怀的那个孩子流产那天 我看见一路在院子里 把小兔子给埋了 光哭 没眼泪的 我总觉得那天那个事情 有些古怪 这个事情 我心里明白得很 刘妈 你别打岔 我是让你告诉我 那姓陈的跟一路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告诉我嘛 起先呢 我也没太注意 后来我听着听着 他们吵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就是绕到窗外去 就朝窗户泪一看呢 看见什么了 刘妈 你看见什么 快说呀 你快说 也看见什么了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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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您 多保重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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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婆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一罗天生就是个美人胚子 将来就是全上海最漂亮的女孩子 最漂亮的跟外婆一样 真的吗 外婆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可是外婆 等你给我插着纱布 你就会看到我脸上 有一个很难看的疤 一罗就不好看了 外婆 等我不好看了 你会不会不喜欢我 小傻瓜 你是我的小一罗 外婆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外婆 外婆 怎么啦 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的 外婆 我全都知道了 你让舅舅把所有的镜子都拿走了 是为了不让一罗看到自己的样子 是怕让我伤心的 一罗 真的 没关系的 现在医学很发达 我想 我们会有办法的 外婆 我想一个人搭伙 行吗 老辈子 对你没有影响的 你一样还是很好看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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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门关上好吗 我 不得了吗 我 不得了吗 我 不得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怎么了 一罗 外婆 我要 要什么 你说 孩子 要什么外婆都给你 我要整个世界 大家敬一敬 敬一敬 今天是我们顾家的外孙女一罗的生日 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小寿星 谢谢大家 各位来宾 今天啊 为我最疼爱的掌上明珠祝贺一下 二来一罗的长篇小说 孟之城出版了 双起临门 希望大家玩得尽兴 一罗 你选个舞伴吧 谢谢大家 我 小姐 你刚才为什么把苹果车 你看见没有 那些大爹都看着我了 也要是让主人知道我是混进来的 非把我赶出去不会 那你为什么把苹果蕾那么高 我是学见你了 就喜欢马队的玩 妈 过过了 你们先聊聊 你们去吧 我听说今天有生日派对 我一直想到这个花园别处来看 今天可算有机会儿的 我是跟阿辉一起来的 她是我朋友 老婆给卖了 别理他 他就是这样的人 阿辉 阿辉 那个男孩子是你带来的 对啊 是我带来的 这是我大学同学高三生 蛮爽气 蛮帅的 家境多佛 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我看那个孩子挺不可的 满正派的 郭老您倒是看着呢 今天是我们一罗的看得上 我们一罗呀 也真是招人习惯 您看看 多少个小伙子都盼着跟你那 我伴随你跳舞呢 你叫什么名字 马奔 万马奔腾的马奔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参加我的派对 我就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的派对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应该混进来的 可是是阿辉说他说进来没事 他说 那我现在正式邀请你 咱们继续跳舞 好 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那我去拿 找什么呢 这是刚才跟你混进来那个 您认识他呀 这就是我们建筑系的头号天才马奔 是我们的孝子 孝草 为什么 这女孩是孝花 男孩可不就是孝草吗 我看啊 他像饿死鬼 你可别小看他 我们还没毕业呢 这大社的融资 BIG就已经点编绕他了 怎么 对他有点感觉 跳舞吧 长发披到肩上 他回过头来 他没有脸 最可怕的鬼便是没有脸的 正面和背面是一样的 我天哪 太吓人了 行了 你也别在这儿自己吓唬自己 走 下去看他们跳舞架 走吧 你说 这么年轻的姑娘 怎么会写出 这么恐怖的小说 她是不是有一种不正常的显压力 你看把我吓得 头发丝都变凉了 好 好 好 怎么不正常了 这是天才 你没看出什么来吗 看出什么 这是遗传他舅舅 说明我小时候给他讲的鬼故事讲得好 你以为我在夸他 我是说他心里边太阴暗了 其实啊 这鬼有没有脸并不可怕 关键是他的这种写作方式和思维 人家本来写的就是恐怖故事 什么阴暗不阴暗的 只是他想象力丰富而已 什么想象力丰富不丰富的 我看着孩子不大正常 你别说话老是那么难听好不好 怎么难听了 我说什么了 什么阴暗不正常啊 什么意思嘛你 那你说我这么多年我没怀孕 为什么呀 我心里还有阴影呢 这都不能说了 苏苏 这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难道要说一辈子吗 那你叫我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 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有孩子没孩子都一样变老 没孩子 我来讲 我这都没孩子 大陆 今天有客人来啊 是啊 一楼过生日 一楼现在可是大姑娘了 是啊 还会有什么事情的 都十年过去了 进去坐子去 不 不了 大陆啊 我倒是相信你有你的道理 你说这个陈金鹏 他再来了几率有多大啊 这现在已经成为无头案了 但是我想 陈金鹏和上海的唯一联系 就是你们顾家 我搜集了一些证据 显示出他杀我师父逃跑的第二天 又回到我这儿 什么证据 扣子 扣子 他假装吞下了一些扣子 才骗我师父送他去医院抢救他 可就在他逃跑的第二天 我就在这里的垃圾桶旁边 发现了陈金鹏衣服上的扣子 大陆 我听说 你放弃了好几次升级调动的机会留在这儿 就是想亲手抓住陈金鹏 给你师父报仇 一共是五颗扣子 在被追捕最危险的情况下 他还回到最危险的这儿 这说明这里一定有他不愿意放弃的东西 只要一天不能确定他死了 我就相信他肯定会来 看什么呢 真是令人惊叹的艺术 这个城市还有保存了这么完好的楼啊 你看这拱 还有这些雕刻的细节 黑格尔曾经说过 雕塑是诗歌 建筑是扫文 像你们家这样的楼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那很简单嘛 散文诗呗 你好像对今天的女主人 过不关心嘛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有那么多男孩子围着你 你还嫌不够啊 你还算注意到我很受欢迎嘛 给他们多留点机会嘛 那我现在把这个机会给你 你不会只是为了来看房子吧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我得回公司了 饭以后请还给你 阿慧告诉我了 你叫义罗 顾义罗 对吧 谢谢你 我今天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心愿 以前小的时候上学 每天都要走过这条路 经过这个院子 今天终于能够走入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看到它真实的样子 收获很大 谢谢 拜拜 义罗 快过来跳舞 快过来 来 快点 快来 か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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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简单 初秋天回去 来了 老王 你的女徒弟可超过你了 过两天再来针灸一次 好好好 谢谢啊 小楠 谢谢啊 你快走 小楠 过来 小楠啊 老关叔能教的就这么多了 这一道啊 还得往身里学 老关叔今天要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你去县城 考个学校 那里有个护校的考点 护校 那 我娘呢 这不用你操心 老关叔不能耽误你的前程 你娘也不能 马奔哥哥 你好 又想着给你写信 我去四十二里以外的县城考学 如果考取了 我就可以到上海去读书 就可以见到你了 你现在好吗 你还记得我长得什么样子吗 我真的好吗 我也知道 我orter是真相思的 我这就是 我做得到你了 我 resting 睡觉 我还记得你 我还记得你 那就是我 但是你什么 我 你要手 你身旁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进死 我问你 你那个同学 神经病 就来我家那个 我问你他住哪 画这个 就画这个 对呀 画多大 像里面那幅那么大 太大了吧 小心点 弄坏找你麻烦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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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听 灯灯快点 小楠 小楠 来 信 上海来的 刚收到 老官伯 我可以去上海了 我被学校录取了 这些是你的吗 哦 是我的 谢谢 有创意 没有 我只是想随便练习一下 你别瞒我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还看不出这就是我的那个方案吗 可惜呀 要不是我今天把你的桌子翻了一翻 你的那些创意不就埋没了吗 不错 我是想用你的一些细部 倒不是全部 就用你的一些细部 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晚上我们去喝酒 我请客 不用了 晚上我还有事 请你 那我先走了 什么东西 你很有才气 可是你在这里 是出不了头的 我说句心里话 你不要生气啊 外来的和尚 好念经啊 起床 是你啊 不认识我了 我是顾一锣 你好 上车吧 不用了 我想走走 你先走吧 反正我们顺路 顺路 我们怎么会顺路啊 谁说我们不顺路了 行 那我走了 你走啊 你呢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好 好 再见 拜拜